下位湯家驊議員 主席 我聽到很多同事發言都很感慨 我也是在2004年入了議會 當時家人都問我 你又來為甚麼呢 當時又很理想 我就說我都賺夠錢了 現在幫香港人出少少力 誰知做完10年之後 錢就沒有了 但甚麼都做不到 近一年更加悲哀 議會是完全不可以運作 不可以運作是有很多原因 我覺得始作俑者 都是我們有一個失衡的制度 還有大多數的議員 即是你們 建制派 是不尊重程序公義 尤其是主席 你這幾次的會議處理 無論我在座或樓上看你 我都覺得你是完全不尊重程序公義 其實你不需要是一個律師 你不需要是一個有學問的人 很簡單的 就是處事要公平 說得逐一點 說得逐一點不要打毛球 你剛才投票那一刻 全香港人都知道你是打毛球 明明是一分鐘 叫議員回來投票 你有甚麼理由 過了一分鐘之後 還要慢慢拖等 等夠人質 你才數票呢 那一分鐘 就變成三分鐘 或者兩分鐘 或者任由你覺得 多長就是多長 這些就不是符合程序公義 當有同事提出要休會 你是應該根據休會的要求去處理 你不去處理 一會兒你就說裁決了 一會兒就把責任推給秘書處 這些就是不尊重程序公義 我剛才都說過 我們立法會議員開會 我們財委會是要監察政府的公帑的運用 不是單單為了盡快可以禁制 如果單單盡快可以禁制 對不起你 不要遇我 你找別的請回來 在我們這個審核 這個申請撥款 其實最重要的一個問題 就是為何要這麼急 承規會都未作出決定 就算作出決定 不可能都會有司法覆核 你這麼急使用的錢 有多少會浪費了呢 是沒有人回答得到的 因為沒有可能回答得到 因為你都不知道 成規會將來的決定會是怎樣 或者他有人司法覆核 最終的決定會是怎樣 好